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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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项计划的指导教授是南加大病理所教授 拥有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头衔的钟正明 他们运用科学方法 希望在自然界动物身上 找寻人类医学的未来解答 再生医学就要找出修补repair跟再生这中间关卡要把它跳过去 那巴黎城报等于是提供一个更直接的一个impact 就是说对大家都觉得说那时候看那些照片也是觉得很难过 我们这个研究可以帮助这个领域未来给人或者是大家 更多对于伤口照顾的了解和帮助 然后也一方面就是跟那个大自然致敬这样子 有很多奥妙的东西在大自然里面不要忘记这样 这项研究计划同时也是台美等多国合作的成果 除了南加大 台湾成功大学 中国医药大学和英国数学家都旷海参与 学术论文日前已在国际期刊自然通讯上发表 主要热记者林鸿瀚洛洛杉矶报导 台湾旅美球员在美国小联盟苦拼球季渐渐展露头角 高中时曾有新竹大古祥评称号的陈胜平 有着打击 投球兼具多重守备位置的全方位表现 受到美国职棒小伟舍青睐 毕业后以30万美元签约金旅美 受到疫情影响 陈胜平的职棒生涯第一个球季 延后了一年才开始 5月4号陈胜平批上小联盟 低阶EA的维瑟利亚生牛皮队战袍 开幕战担任先发游击手打第五棒 单场敲出两支安打 包括一支二壘安打 对于本季目标 陈胜平把目标放在上壘率 增加在壘包之间发挥绞成的机会 家电很常下道壘战术给我 然后我就希望今年当然是保持健康 就是希望能打好这一个球技 然后能健康的出展 我是没有设定时间 因为这个东西就是 你需要一步一步慢慢来 你要把所有层级的东西都学完 然后再到下一个层级 除了磨练球技之外 开口说英语 以及美国的文化习惯 陈胜平也在慢慢适应中 他的队友林家政帮忙许多 同样来自台湾 今年23岁的林家政 拥有美国大学棒球校队的资历 是最新一位旅美敦鼓的台湾球员 谈到本季的目标 他说除了打击手背稳定表现之外 身为捕手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帮助投手 降低失分 提高赢球机会 低界EA是小联盟的起点 未来将面对日复一日重复不断的训练 林家政已有心理准备 场上鼓手就是要好的领导能力 然后如何放住投手 如何跟投手战就是沟通 我觉得这是相对来说也很重要的 打球那么久一定知道 打得好打得不好 我就觉得如果是存在 就是你会把你怎么平稳 我觉得比较重要 那你打得好的时候 不要马上掉下来 或你打不好的时候 不要垂头上去 就是稳稳的来 我觉得这是可能进人的目标 台湾球员在美国小联盟展开职棒生涯 尽管困难重重 但他们内心都有着坚定的目标 朝着未来前进 中央社记者林洪瀚加州报道 在海外 中央社拥有阵容最坚强的新闻团队 全球布局居台湾媒体之首 将近三十个据点分布五大洲 以台湾观点掌握全球脉动 回收场拒收的塑胶怎么处理 印尼两名创业家刘丽菲和诺维达 不希望这些垃圾堆砌 掩埋场或流入大海 共同创办rebricks 把他们收集并制作成再生环保砖 现在已经使用在停车场公园等地方 刘丽菲表示 每块葡露砖约有百分之二十的原料 来自塑胶垃圾 工厂每天最多可生产 一百平方公尺的葡露砖 如果以最大产能运转 一年可以回收大约三千三百万这类垃圾 我希望更多人 使用更多核心的核心 因为使用核心的核心 你会向環境的影响 你会在製造工具 例如如果使用我们的食物 在一平方公尺 你会禁止880块製造工具 或更加弱 像在海中的核心 經特製機器切碎 再由師傅伊底利混合水泥和其他材料 放入置磚機內壓制成磚頭 看似簡單的步驟 卻是劉立菲和諾維達 耗時18個月才調配出的黃金比例 雅加達南部的卡蘇阿里社區居民 非常支持Rebricks的理念 也在社區公園使用Rebricks的陸磚 設置一個雅致的涼亭 Rebricks近期將發表第二個產品 是可以用來蓋房子的空心磚 劉立菲表示希望有越來越多人 選擇使用對環境友善的綠色產品 留給下一代美好的環境 張社記者石秀珍雅加達報導 近來歐洲疫情逐漸好轉 像在英國過去好幾個月 因為有近七成的全人 已經接種第一劑疫苗 超過三成已接種完兩劑 也如其壓低新增病例數 英格蘭、蘇格蘭都在17號起 進一步放寬防疫封鎖限制 允許酒吧、餐廳內用 不過像是大臣格拉斯哥的 變種病毒感染病例增多 則繼續實施限制措施 英國也預計在6月週旬 決定是否完全解除防疫封鎖 感謝您收看 我們在華視頻道和張社網站都有播出 我是吳一玲 我們再會 我們在山東亞人正在公開 你們下班 給我們下班 我們還會 大家進來 你們 再會 我們 你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